2024國際街頭文化大典風格會議 從10月18號開始1連3天 將在花蓮市溝宅偉街區盛大來登場 而市長威家燕也表示 樂見年輕世代的潮流與街頭藝術 來為花蓮帶來全新的文化衝擊 Meeting of Styles Taiwan 為塗鴉界的全球年度盛世 這回第二度來到台灣就選在花蓮 從10月18號開始1連3天 將聚集上百位海內外藝術家 共同在四區博愛街及南京街周邊區域進行創作 今年主要台合會有一個主題是教育提升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希望能借詞 讓民眾可以去正視地震帶來傷痛 這次剛好是博愛街跟福建街交叉口倒塌的房子 那一面側墻 我們就會完全是用地震主題去設計這次的塗鴉 對那就是希望可以民眾看到可以帶來信心 這場盛會除了塗鴉藝術 同時結合滑板街舞DJ市集等各種街頭文化活動 預計將會引來上千名愛好者造訪花蓮 過去花蓮也蠻多街頭文化的存在 那其實台灣第一支滑板隊也是從花蓮出發的 對所以其實我覺得花蓮的街頭文化頂域是非常夠的 那這一次能舉辦 我覺得也能在未來持續去做推廣 那我想上一次在新北市辦理的時候 有非常多的近10萬人的一個人次到我們上一次的一個活動會場 那也希望說這次的活動能夠帶給我們花蓮的店家 那注入一股活水也希望花蓮下半年度的一個活動 能夠是一個亮點 為了讓活動順利進行 主辦團隊已經在地方里長的協助下 取得塗鴉牆面所有全人的同意 而公所也希望藉由更多活動為地方帶來從政的力量 也期待這些創作進而成為遊客朝聖打卡的全新亮點 記者 許麗晴 花蓮視報導